在河北部某医院确诊医师和护理师的足迹 进行消毒作业 IKEA桃源店大疆国际购物中心决定 12号全天不营业 台茂购物中心则是提早一点半必电消毒 在来面试 辛苦 在来面试的 那有特别通知你们说要取消吗 只有餐厅的人跟我们这样 两点要关门 然后你们又离开了 我就这样子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指挥中心12号晚间公布最新的疫调 案838医师在可传染期 只在1月9号的下午一点多 和案839女友护理师 在星巴克国际门市停留30分钟 接着到镇宇五金行桃源国际电矿 由于医师当时是透过信用卡消费记录 推测可能去过的地点 因此疫调透过警证系统的资料比对后 确认两人没去过大江台茂和IKEA 则是12月底非可传染期去的 838的因为他早一点 所以他调查的相对比较完整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是1月8日到9日 这里面跟社区有接触 在一起的时间也算是蛮多的 所以大部分足迹是会有重叠 疫调记错了但防疫人不可大意 救护车进进出出 协助医院里的急诊室病患转院 气氛相当不寻常 才在住院的病患家属也感受到了 9月839曾到新竹某科到上课 该办39名学生 目前已知有四位老师被列居家隔离 学校也展开消毒 而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宣布 农历年前的市府的大型活动 全都延后举行 而案838和839的轨迹 或其他相关进一步资讯 仍在比对当中 指挥中心预计最快13号下午 在例行记者会说明 云市新闻综科报道